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家长也好 老师也好 老板也好 都觉得小孩 学生 员工不受教 不好带 那当我们能记住圣贤的一句教诲 时时能够用这一句来关照 我们确实可以达到得日尽过日少 真正就像商汤所说的 苟日心日日心又日心 哪一句呢 行有不得返求诸己 我们有什么事情不顺利的时候 不要先责怪他人 应该先自我反省 所以刚刚我们也提到 别人对不对不是第一重要的事 我们自己有没有先做好尽本分 才是我们首当要专注的所在 所以中国文化有三宝 叫君 亲 师 君 亲 师 刚刚我们也提到是领导者 亲是指父母 亲人 师 是老师 那他们背后都有很深的一种处事态度 寒舍在里面 君 者 领导者最重要的要怎么样 以身作者 你走在前面要做好表率 这样就能够身先士主 所以论语里面有一段话也很重要 那诸位朋友 我在讲课当中 会有把诗书还有一些经句融进去 所以虽然我们的课是在学地纸规 事实上您学了几部经典 几部啊 很多部了 而挑出来的句子 都是很重要的 那很多人都说 蔡老师你的脑袋到底装了什么 我告诉诸位一个秘密 我就指挥这几句而已 所以我是赶鸭子上了架 所以被追着打 所以赶快每天背两句 赶快就用出来 其中论语里面有一句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假如我们自己 要求别人的都先做到 那纵使你没有命令 他们也会起而 效法 就好像前几天举的 这个老师都是第一个到学校读经 他也没有叫他的孩子跟着念 这些学生很自然就跟着念 其身不正 自己都没有做到 定了一大堆规定 儿子你要这样做 你要那样做 虽然你命令很多 他怎么样 阳凤英伟 他们最好的日子就是妈妈不在的时候 爸爸出去的时候 这样就很不好 所以身教重要 杨老师所带领的我们大方广的团队 都没有打卡 也没有要求 但是他们都一直往早税早起的方向去迈进 什么叫早税早起 就是早上两三点早上六七点起来 叫早税早起 所以我跟这些同仁在一起 真是很汗颜 很丢脸 因为我都比他们早税 比他们晚起 所以真的 当杨老师做表率的时候 所有跟在身旁的人会很感动 会跟着起而效仿 那也很奇怪 当人有这种意志力的时候 好像就充满正气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要求别人以前 先要求自己 那接下来提到的亲呢 是懂得爱护他 关怀他 处处替他着想 再来施呢 叫回他 抓住每一个机会点 言教 生教 当你把员工看作亲人一样 这一个团体就有生教的作用 不是 环境 他那种企业文化 家庭气氛 就有一种 环境的教化作用 所以你只要 生教 言教 加什么 环境的潜移默化 那 给予人的感动就很深 所以我们来关照一下 老板为什么觉得员工不听话 他有没有做到君的教授 假如他自己都迟到了 员工会不会守时间 就很难 所以君他不见得有做到 再来老板有没有做到亲这个角色 你假如只把员工马 那员工当然把你当国人 一般人看没什么两样 所以反照一下君做到了吗 亲做到了吗 再来师做到了吗 我们启用一个员工 他的精力 他的能力 还需要长期的培养 那我们有没有把员工的成长 放在心上 还是只是一位要求他 能力要马上达到什么 毕竟他们也是人 所以有一句话叫 不教而杀 为之残 什么样的人残人 你都没教他就把他 不是杀死 就把他 炒鱿鱼了 这都是不人道的 所以我曾经也听过 有一个企业 刚好遇到一个瓶颈 结果亏了30亿左右的台币 各位朋友 你假如亏30亿会怎么样 你可能从那一天开始不想再爬起来 结果这个企业很有韧性 他依然勇敢往前走 现在也发展得相当好 后来 有一个也是企业家 就把一本书送给我 就聊到 这一个企业为什么 亏了30亿台币 后来还可以再站起来 我稍微 看了一下这本书 突然了解到 他的老板 在每一年的重大节庆 春节 中秋节 这些节庆当中 整个家族都要 拜他的老奶奶 所以代表这个家风有什么 孝道 那有当榜样 当你听到你的老板对母亲这么孝顺 你也会感动 再来 他对于员工的训练 有规定一门课 叫地址规 所以我对他特别有好感 您听过哪一个企业用地址规教吗 大半都是教什么 专业能力训练而已 所以代表这一个企业家 他注重的是什么 注重的是员工的品德教育 人格教育 所以纵使员工离开了他的企业 他也觉得很安慰 为什么 最起码在这一段相处过程当中 他有给了员工一辈子受用的东西 所以他有做到亲 不只是要求员工赚钱而已 所以他之所以能够 力枉狂然 这绝对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老板要反思 有没有做到君亲师 再来我们当老师的人 也要反思 我们老师做到了吗 我们的严教 我们的传道授业解惑 有没有到定位 假如我们只是教知识跟技能 学生会不会尊重你 很难 所以这个诗一定是要抓到了教育的核心 德行 你才有可能赢得学生对你的尊重 再来老师有没有做把学生当亲人看 还是学生一犯错了脑子里第一个念头 你怎么又来了 那这个亲的态度就没有做到 再来老师有没有做到君 身教 你要求学生的自己有没有先做到 所以出来教经典有一个好处 因为你说的话 有几十个学生 几百个学生 瞪着你看 监督你 所以当老师的人可以进步得怎么样 特别快 所以有一个男老师 他就跟学生讲 不可以啊 随地吐痰 突然有一天他看到四下无人 往旁边一吐 突然有一句话说 老师你怎么可以吐痰 那个老师马上冷汗都流下来 纵使学生没有看到 其实当我们言行不一致的时候 内心怎么样 越来越不安 越来越不坦荡 所以人生如何痛快 痒不愧于天 腹不作于人 这是争乐 所以孟子说有三乐 第一乐 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 父母都能够让我们奉养 兄弟姐妹也没有因为意外 而短命 都还一起在生活上互相扶持 这人生第一乐 人生第二乐 就刚刚讲 抚养 无愧 所以你每天睡得很安稳 假如我们亏心事做多了 好不好睡 不好睡 而且还是癌症 还有忧郁症的什么 高危险群 纵使你很有钱 那些钱你用的怎么样 提心吊胆 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心里很不平衡 所以那一些贪官 那一些人 怎么都开大房子大车子 你们不用不平 弄全一时 会凄凉万古 他迟早会东窗四法 而且你不只不要嫉妒他 你还要可怜他 因为他是小人冤枉 做小人 他能够贪得到的是他命里怎么样 有的 但是他本来可以赚一千万 贪到最后只剩多少 可能去了一大半 只有两百万 结果他拿到两百万 还在那里沾沾自行 觉得自己很聪明 用了很多奸计 所以这是很可怜的 他把自己的大半福报折损掉 而且又犯了过失 迟早要铛铛入狱了 所以当他还没有犯不可挽回的大错 有机会要怎么样 把道理跟他说明白 把了凡视讯怎么样 介绍给他 所以诸位朋友 您现在出门在外 皮包里面要带几本书 第一本是什么 我不是卖书的 大家不要误 这是人生第二乐 坦坦荡荡 人生第三乐 得天下因财而教之 各位朋友 你可不可以有这第三乐 你说我不是当老师的 不进来 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学生 你是他最重要的第一个老师 再来 我也曾经听一些朋友提到 他说我在这个事业的过程里面 就是一开始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同事 他非常无私 把他很多宝贵的经验 还有他人生的历练 时时的提醒我 所以我有今天这么高的成就 多亏了他的帮忙 所以当这一位朋友 这一席话 他这个同事在他心目当中是什么 是他的贵人 是他的老师 所以当我们真诚的去对待他人 去帮助他人 你也在得天下 因财而教之 今天我们在团体当中 在公司里面 经验已经积累了一段时间 而一个心境的同仁 他的内心会有什么状态 到一个新的环境 当然是忐忑不安 那我们感受到他的不安 进而善于观察 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伸出援手 所以会不再大 在乎当为 给人的恩惠 最重要是在他刚好需要的时候 那人们会觉得记忆深刻 所以这孟子的三乐 应该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这一生去经营 去享受 所以只要我们担任每一个角色 都能实时用军亲师来观照 相信你在扮演每一个不同的角色 都能真正做到敦伦尽本分 那大道不弃 大的道理 不会只放在某一个地方 而是放诸四海皆准 差一点就差很多了 所以我们依照师长的教委 不能多一点 也不能少一点 大道不弃 所以大的道理 我们来看看 不管你扮演哪一个角色 都能做军亲师 我们当父亲用军亲师 那你把儿子的角色办好 要不要用军亲师 要不要 要啊 你当儿子 你当然要爱护你的父母 你当儿子 当你的道德学问比父母高了 要怎么样 给予引导 所以你要做师还要做什么 君 因为老人家晚年能幸福 不在于他有多少物质享受 而在于他能把多少烦恼能放得下 那烦恼要放得下 要理得心安 而老者啊 戒之在啊 患得患死 人老了假如道理不明白啊 就会比较贪心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 以身教影响父母 以言教啊 点滴的开导 相信啊 父母的晚年 也会因为你啊 而更加的清静自在 所以这个军亲师是 不管你扮演任何角色 都应该如此 好 那我曾经读过一段话 觉得相当的受益 孝涕 孝涕 传家之本 勤俭 为自家之本 谨慎 为保家之本 河顺 河顺 为齐家之本 诗书 为齐家之本 好 诸位朋友 这一段话 我们再结合前面的一个观念来看它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是几件事 你有这样的认知 再来看这一段话 感觉一不一样 不一样了 所以你在看这一段话的时候 首先第一重要的是什么 修身 所以你要能齐家 必然要先什么 修身修好 所以请问这一些我们做到了吗 是吧 所以你要去齐家 首先要先修身 齐家不是你求求的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 要孝涕 才能传家 所以我们就要先修孝涕 再来 勤俭自家之本 勤为自负本 俭为自家根 你一个人要有财富要怎么样 勤劳 要能把家庭保得住 不能奢侈 所以 曾国藩先生有提到 家败 败在一个奢侈 奢侈 人败 败在一个义字 放义 好吃难做 所以你看 有情有俭 家会不会败 不会嘛 你勤俭就不奢侈 俭就不奢侈 勤呢 不懒惰嘛 那人就不会败了 讨人厌 败在一个交致 骄傲的 所以曾国藩先生的话 很值得看 他的话都一语重地 准度很高 所以我们首先要 先问自己 有没有勤俭 再来 自家需要勤俭 请问自国需不需要勤俭 需要 需不需要孝季 你在公司里面的气氛 能够有孝敬长者 友爱同仁的风气 那你这个公司一定成功 在商朝时候 商纣王 很 这个残暴 很奢侈 所以 当时候 他身旁啊 有没有贤臣 商纣王身旁有很多贤臣 所以一个人拜 不要责怪说旁边都没有人帮你 最主要是我们 没有认真的去受教 所以 今天孩子 对弟子归的教诲 没有扎实的话 以后他越有成就 你可能越要什么 担心 闽南话说的 手头站好知道 不怕手会做公开 这手头如果站不知 长得越高越怎么样 会连根拔起 因为他假如谨慎度不够 他保不了家 保不了事业 所谓守成不易 你可不要在他飞黄腾打的时候 在那里 哎呀 我的儿子真了不起 你可要看得远一点 所以真正能够把事业守到终老的 不多啦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根基没炸老 所以当初宋朝赵匡英得天下的时候 大家在那里开庆功宴 只有一个人没有效 就是他妈妈 这些臣子就过来了 说老人家 你儿子当了皇帝啊 你怎么不高兴 老人家把赵匡英叫过来 他说今天臣民能拥护你 改天臣民也可以推翻你 谁可在周 亦可负重 所以你可要好好地记住 这个赵匡英也很孝顺 听完以后啊 跟母亲啊跪歇 所以这一些有成就人的父母啊 他的远界一定看得深远 所以当初商座王买了一只象牙座的筷子 送给达基 大臣基子一看 他说商朝必败 看到一只筷子就可以断言商朝必败 厉不厉害 古代人因为他对处事做人非常的清晰 他看举手投足可以断一个年轻人以后有没有出息 你相信吗 相信了 有一次 李鸿章先生 带了三个人 要给他的老师曾国藩看 看看哪一个是可用之产 刚好李鸿章出去找老师 结果曾国藩已经回来了 也看了这三个人一眼 之后就进他的房 后来李鸿章一跟进 就问老师啊 我带你去看三个人 你看看能不能用 曾国藩先生说 不用看了 我已经看过了 他说第一个人不能用 因为他看我的时候很恭敬 当我走过去以后 他又左看右看 所以这个是阳凤 因为 再有一个看我都不敢看 头都低低的 代表这个人很老实 有敬畏之心 所以这样的人给他当后勤最稳 第三个人看到我的时候 目光无惧 没有胆怯 他的正气很稳 所以这一个人可以当将帅 所以你看看一眼就怎么样 把心性都看明白了 但是诸位能把别人看清楚的根源在哪 要先把自己看清楚 连自己都看不清楚了 能看别人吗 所以欲知忍者先知知 欲论忍者先知论 所以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个广告 是卖刮胡刀的 刚好有一个算老的军官 遇到了一个刚上任的新军官 刚好他们走到惯喜市去 这个老的军官在刮胡子 这个新军官 新官上任三把火 所以熊啾啾气昂昂走进去 然后也走过来 在那里洗手 这个老的军官就对新的军官说 要刮别人的胡子 先把自己的刮干净 他用这个刮胡子比喻什么 你要要求部署以前 首先要要求谁 要求自己 所以因为这些有智慧的人 对于立身处事的分寸 时时都要求自己 所以他一看 这个人没有办法做得到 他就可以断他往后的成就 所以姬子就讲到 当商纣王 他们拿着象牙的筷子吃饭 请问会用什么酒杯 会不会拿个玻璃杯来 会拿犀牛角做的玉杯 那当他拿着象牙块犀牛杯 请问会用什么盘子 应该是金盘玉盘 那你用金盘玉盘装什么菜 会不会装个青州小菜 会装三针海味 你在吃三针海味的时候 会不会在小木屋里面吃 那你会穿什么衣服 你会不会穿个T恤在这里吃三针海味 你要穿什么 铃柔绸缎段 住的是豪华的宫殿 所以都需要什么 钱 那钱从哪里来 老百姓的名子 名高 所以一人贪力 一国企鹅 把他推翻 你要他的钱 他要你的什么 他要你的命 所以你看 从一个小的动作 可以推出来 太奢侈 所以你奢侈 没有勤俭的话 这个家 这个国 不可能维持得下去 再来谨慎 才能保家保国 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 唐太宗也是战战金金 战金剃利 唐朝有另外一个盛事 但是这个盛事很短 叫做开元之治 唐玄宗还没有遇到杨贵妃以前 创了开源之则 遇到杨贵妃以后变什么 安死之乱 差一点把天下都亡掉了 幸好唐嫂的祖宗有德 敢得很多忠臣 尤其在衰杨臣 有两个忠臣死守 一个是张荀 一个是徐远 所以安禄山的军队 本来是势如破组 结果打到衰杨 他们死守 好长一段时间 让唐朝的军队能够喘息 再打回江山 那诸位朋友 安禄山的军队势如破组 那这些官员都读什么书啊 都读圣贤书 所以一个人的气节道德什么时候看得清楚 天下太平的时候都看不清楚了 真正为难的时候 你才知道什么是忠肝义胆的朋友 所以老子说啊 国家混乱有忠臣 六亲不合有孝词 你看现在负不负 子不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非常明显看到谁是真正的孝子 那你看 唐玄宗只是守不住女色这一关 就可能把天下都搞乱 其实啊 我们把这一件事看得更细微一点 当安死之乱的时候 有多少家庭流离思索 而这一些人民当初都是对你这么效忠 你这样对得起他们 所以当人能够念念念着别人的栽培 还有亲友的这种恩德啊 你就会谨慎 那安死之乱要怪谁啊 大军走到半途的时候要求 杨贵妃不自杀呢 我们不走呢 这个唐太宗呢 妥嘀嘀的不说话 后来杨贵妃就自禁 谁错了 各位朋友 谁是应该负最大责任的 俗话说啊 舍不迷人 假如是姚帝跟顺帝 杨贵妃有没有用 所以万法因缘所生 所以杨贵妃只是缘啊 因在哪 因在唐玄中好色 所以她应该负最大的责任 而不是杨贵妃 所以唐玄中那时候就没有弃破 是我的错 所以要谨慎 在去年11月份 有一位著名大学的经济院院长 是上海地区 她还是上海政府咨询委员之一 帮上海是出谋划策的人 又是一个学校的学院院长 因为嫖妓 所以把她的一生怎么样 毁掉了 毁掉了 不只毁掉她自己 也毁了学生对她的信任 更毁了国家对她的栽培 她才四十多岁 所以根要扎老 守成不易 那很多家长又问 那现在这个传播媒体污染那么多 那我儿子以后 我也没把握了 你这样担心有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这一帖药不只要自己吃 赶快给你儿子吃 要注意 凡为外圣者皆是内不足 凡为邪所夺者皆是正气不足 你正气很足 邪气染不上 而一个人的浩然正气 从小培养是最好的 所以她了解 比说长 此说长 她了解斗闹长 觉悟尽 她了解非圣术 禀悟寺 当她读经典 读了五年 十年以后 她正气起来 只要遇到邪气 她会浑身不舒服 她就走了 遇到邪理邪气的女孩子 她会受不了 所以你那个免疫系统 从小就要把她培养起来 等都十多岁了 当然亡羊补牢 游未晚矣 所以你这个算盘可要打得早一点 好 所以这个是刚刚提到 谨慎也很重要 再来 和顺 为奇迦之本 所谓家和万事兴 不只家和万事兴 你的企业和气 和气必能生财 当然这个财不只是钱财的财 也是人财的财 因为你有和气 就能吸引人财加入 而一个祥和的环境 其中的人员呢 能力也能够提升得快 因为环境好 学习就好 这是奇迦 诗书为奇迦之本 所以一个家族能够兴旺 必然是知书 达理 他才懂得如何做人出事 所以诸子之下格言说 子孙虽语 经书不可不读 而当他真正读经典的时候 他才能够形成判断力 而一个人要能把企业经营好 有一个相当关键的要件 他一定要会用人 那一个人会用人的能力 从哪里开始培养 从他小时候会不会交朋友 哪有都不会交朋友 突然当了老板就会看人 所以教孩子如何选择朋友 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我曾经看一个报道 一个年轻的少年 犯了很严重的罪 电话打到他们家 那母亲接起来说道 绝对不是我儿子 他很肯定 后来到了警察局 一到入比宫的地方 一看犯罪的人是谁 是他儿子 他马上改口说 都是被那些朋友带坏的 你看一下就把责任怎么样 退掉 万法因缘所生 不好的朋友是缘 诸位朋友 您现在身旁 有没有坏人 都没有 那你是到了 到了桃渊明的桃花园去了 身旁不可能没有 那你为什么没受影响 是你会判断 所以很多家长还说 你把孩子教得这么善良 以后出去被人家欺负怎么办 所以现代人都是欺人 有天 都担心天会不会塌下来 所以我们思考事情 不要随顺烦恼 因为忧能死能老 然后你烦恼 损害自己 也让家里的人 看着你都快乐不起来 然后你一烦恼 对你的下一代也没有帮助 所以要顺着圣贤经典去思考 而圣贤的经典 不是说我们被圣贤人牵着鼻子走 不对 因为圣贤人所说的道理 不是他发明的 而是每一个人本性的善良 本性的智慧当中就有的 所以你越随顺圣贤教诲 你就会感觉到你的本性越来越能够彰显出来 到时候你就会觉得不易悦乎 到时候你就觉得可以随性所欲 不与与举 那经典里面就提到 人以群分 物以类聚 所以当你的孩子很善良的时候 他会跟什么样的人群在一起 善的人在一起 当他都是恶习气 那招赶来的都是一丘 这和 那我毕业到现在 也已经十年的时间 我也勉强算一个小善人 十年来 十年来接触的人那么多 我还没有被人家欺负过 再来 我也在我的外甥身上明摆到一个道理 他的母亲 两三岁就开始教他读经典 那也把弟子归的教诲讲给他听 他到外面 跟这些小朋友一起相处 当其他的小朋友 骂人 他就会拉拉他妈妈的手 这个小朋友不可以乱骂 假如小朋友打人 他也会说 他不可以乱打人 他为什么懂得这样判断 因为 当你教他笑的时候 他知道什么是善 笑是善 那什么是恶 什么是恶 各位朋友 我很抱歉 都把你们吓坏了 连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们都想得这么难 笑是善 什么是恶 你们智慧马上就开了 你教他尊重长辈 是善 那什么是恶 你教他要爱惜时光 要自观福有定位 他养成这个自律的习惯 他同样知道 生活的乱七八糟是恶 他知道凡出言性危险 他就知道私信于人是恶 所以他就能够善恶什么 分明 当他能善恶分明 纵使遇到恶的缘 他也不会成恶果 他会知道 对这些人要进而远之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教他善恶的判断能力 所以一接触到不好的环境跟人 他马上就随波逐流 所以不能把责任通通推外面去 家庭教育是根本所在 所以培养善恶分明 客不能完 所以那一天我也遇到一个朋友 他看到我的时候就对我说 他说蔡老师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怎么做的 每天就对着那一台电脑 电视 动都不动 气得半死 然后对父母讲话还大小声 结果都已经研究所大学毕业的很多 所以他就说 拜托你一定要 好好把这些圣贤的教诲 继续讲给这些年轻人听 结果他刚好看了 我们在香港讲的片子 一天就看了好几遍 看完以后又把他儿子找过来 我这一辈子对你都没什么要求 也没有求过你 我只求你陪我看这个 这实在是已经用到没有招数了 其实要不要这样 不要啦 还是要善巧 方便一点 不过在跟他聊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说 他的儿子就是不懂得做人 但是晚上也都没有出去跟人家鬼混 也不抽烟不喝酒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儿子很不简单 他就愣住了 我说在这么污染的环境 他很有定功 不受污染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优点 我接着也跟他说 你的儿子的内心一定会觉得 我爸爸把我看得最差 我这些朋友都还蛮欣赏我 所以他对你就怎么样 就有不服气在里面 慢慢就有带狗 所以教孩子 严格要在笑 他都已经二十多岁了 要不要很严格 这个时候 慢慢要转化一下 要兼顾他的面子 常常跟他像朋友一样 好好善良 好好引导 那也要多多肯定他 不然他看到你 一看到说 我要回房间去了 就钻进他的房间 所以更没有沟通的机会了 所以确确实实 学习善恶分明 每一个人都需要 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叫 现前补习 觉得就要赶快来补了 好 所以从这一段话 我们也可以体会到 确确实实 修身齐家治国 不是事件事 所以一事皆宜 修身为根本 那当企业家 当领导者 一定要用对人才 所以你会交友进一步 你会用人 那用人 有一段话 也叙述的相当微妙 有德有财 会爱财 有德无财 会用财 无德无财 会忌财 他会嫉妒别人 无德有财 会害财 所以你看 祸国殃民的 都是无德怎么样 有财的人 而有德无财的人 他还会不断要求自己 要怎么样 赶快 赶快 见贤 失情 所以他会欣赏别人 去跟别人学习 所以他慢慢这个财华也会怎么样 上来 所以选干部最重要的是 从哪里去选 一定要看他的德行 而德行的根本在哪 在孝道 所以很多现在企业家 有这个认知的 他要提拔 一个主管 都先到他的家去看 对父母 有没有照顾 对妻儿 有没有责任 连这种道义都做不到 他帮你干事 绝对自私自利的多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国家政府 也把孝这个条件 列入官员的晋升条件之一 当国家政府有这样的认知 也会起而带动全民 都有这种修善修德的心境 好 所以我们刚刚所提的 都是如何当好一个领导者 那如何当好一个部署 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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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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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